家近两岁的男童在地板上玩玩具 妈妈在一旁看着心里好无助 因为疫情停工 她原本在八大行业上班 现在工作停摆 收入全没了四处丑孩子的奶粉钱 老朋友求救啊 一个月大概有五六万六七万吧 你算是从五月二十八开始 你就凭工作没有收入了 陈小姐是单亲妈妈 在高雄从事八大行业 原本每个月要花费将近五万元 请保姆二十四小时脱婴 但孩子日前背部疑似有伤痕 他带回来自己身边照顾 三级警戒发布之后 五月底停工 房租尿布奶粉样样都要钱 他没有劳保申请急难救助 也没有下文 我没有劳保也没有什么 就是条件比较符合 说我只能办那个急难纾困 一个月吗 现在没有请保姆的话 只有小孩子尿布奶粉加 生活费大概都两万多 他们很怕去找社工 社工来的时候 他们只会煤盒基本的奶粉 但是他有可能因为觉得说 这个妈妈经济状况不OK 有可能会先把小孩子带去安置 我最近接到单亲的澄清案 起码有六七件 不少类似状况的单亲妈妈 找上议员求助 每个都有难言之隐 尽管政府推出扩大急难救助办法 却不见得人人都申请得到 基于救急高雄市议员林渝凯 帮忙煤盒相关资源 总算解决燃煤之急 但解封前跟陈小姐有一样遭遇的 需要协助的人只会多不会少 TVBS新闻 高雄报道 请订阅按赞分享TVBS News频道 并开启小铃铛 也请用手机下载TVBS新闻app 随时掌握国内外大使